民主行动党雪凉娥双西比利州议员刘天球 一番西蒙无需土团党也能组成政府的言论 引起西蒙内部土著团结党不满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今天严厉谴责刘天球 认同他的言论极为不恰当 又分化西蒙之嫌 因此会把事件交由党纪律委员会处置 刘天球星期二在网媒发表一篇 名为敦马是纸老虎的文告 指即使没有土团党 希望联盟其他三个成员党 还是能够继续执政 引来土团党领袖连番炮轰 陆兆福今天出席巴胜港口自贸区 转型大蓝图推介里后 被媒体追问有关刘天球言论仪式时 严肃强调刘天球的言论并不代表行动党的立场 陆兆福重申 西蒙是由土团党 公正党 诚信党和行动党联合组成 并且由人民授权执政中央 所有成员都应该维持团结 而不是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企图动摇四党之间的结盟 另一方面 也是教育部部长的土团党最高理事马智里 今天在国会走廊授寻时 也火力全开 回呛刘天球玩弄廉价政治 并批评对方粗野且无根据的言论 贬低了西蒙成员党 他认为这种廉价政治文化无尽于事 反而阻碍政府落实改革议程 另外 土团党青年团也现行动党 在一个星期内对刘天球采取行动 否则土青团将以牙还牙 对刘天球还以痛击 马兴舍电视李玉琴采访报道